赵书勤著 与毛泽东主席聊天 一段红小兵与红太阳的往事 一个解放军文艺兵的人生奇遇 第二章 红太阳的教会 第二十八节 陪陈云端到中南海做客 陈云端原名陈荣睿 是广西人 他原来也是空正歌舞团舞蹈队的演员 而且是从1958年开始就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之一 他第一次去出任务见到毛主席时 主席问他是哪里人 他回答是广西赫县人 主席接着又问他 贵姓 陈云端说 姓陈 他怕主席没听清楚 就用手指在主席的手掌上写了一个陈字 主席终于明白了 说 哦 陈姓 百家姓中没有这个姓 第二次见陈云端时 便做了更正 说百家姓中有这个姓 接着 主席用一种又像是询问 又像是肯定的语气说 你是壮族人 并问他 是不是陈春轩之戏的后代 陈春轩是广西西陵人 历史上当过梁光总督 陈云端立刻纠正说 我不是壮族 是汉族 此时 毛主席更加坚定地说 你就是壮族 不信 你去问一问你的父母 为此 陈云端很纳闷 不禁自言自语地说 我参军以后 填表一直填的是汉族 为什么主席非说我是壮族呢 回谈以后 陈云端立刻写信 问了他的父母才知道 他家的祖先就是壮族 几天后 当陈云端高兴地 把这件事告诉毛主席时 毛主席微笑着说 我说你是壮族吧 你还不信 陈云端奇怪地问主席 你怎么知道我是壮族呢 毛主席没有回答陈云端的问题 脸上呈现出一种得意和神秘的微笑 毛主席知识渊博思维敏捷 让陈云端感到由衷的敬佩 陈云端的名字 也是毛主席给他改的 早在主席认识他不久时 就对他说 荣端这两个字意思不通 应该是云彩的云 叫云端 你就叫陈云端 到天上去做神仙吧 但陈云端一直没有正式改过来 1969年底 他服从组织安排 转业到广西艺术学院当舞蹈老师 1973年下半年的一天 毛主席突然问我 小赵 你和陈云端的关系怎么样 我说 陈云端早已转业回广西了 自他离开北京以后 我没有和他联系过 接着我问主席 您怎么突然想起小陈了 主席告诉我说 王海荣 毛主席的侄女 当时在外交部工作 王海荣去广西出差时 陈云端委托他给我带了一封信 信中说了一些他去广西以后的情况 后来我知道 陈云端在托王海荣同志 转给毛主席的信中 有这样两句话 深深地打动了主席 他写道 无论是在新疆的天山脚下 文革前陈云端曾经在新疆工作了几年 还是在广西的西湾河畔 我都时刻怀念您 落款是您的广西女儿 毛主席也就是看了这封信以后对我说 我想请你帮我找到小陈 邀请他到中南海来做客 我立刻表示说 主席 我会尽快帮您找到陈云端 因为陈云端是先与我入多年的老同志 他离京后 我一直为和他有任何联系 我想办法通过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老同志 找到了他的通讯地址 给他写信 转告了毛主席的邀请 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不已 1974年2月 他专门请假来京 我陪同他去中南海西门 当工作人员向主席报告 说是他广西女儿来看他后 主席立刻同意让我们进去了 这次我陪陈云端在游泳池毛主席的家中 当了五天的客人 陈云端的到来让主席很是高兴 他见到陈云端后的第一句话是 我的广西女儿来了 他不仅关切地询问了陈云端到广西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还不时地提出许多关于广西的问题 毛主席还向陈云端询问了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广西军区政委的伟国清同志的情况 并让他回广西后向韦国清同志表示问候 对于毛主席提出的问题 陈云端都一一做了答复 主席非常认真地听陈云端讲他在广西的所见所闻 我明白主席邀请陈云端来做客的目的 一方面体现了他老人家对一位曾经与他相识的普通同志的关心 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陈云端同志的交谈来了解广西的情况 主席在陈云端的谈话间 讲了一些广西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 他说广西人能吃苦能打仗 他洞察历史从明代的贵平大藤侠姚民起义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 讲到大革命时的农民运动 特别讲到他与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 是在广州农民讲习所认识的 对于韦拔群同志的牺牲 主席表示深深的怀念 有一天主席还问陈云端 你知道大藤侠在哪儿吗 你来信中说的西湾河畔离大藤侠还有多远 陈云端说不知道 此时主席随手拿起一支铅笔 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大藤侠三个字 给陈云端看 因为陈云端是专程从广西来北京看主席的 临别时主席不仅给了他300元钱做路费 还送给他一册鲁迅批孔反儒文集 并在这本书上写了 毛泽东赠陈云端同志九个字 此时主席依然没有忘记 他曾经给陈云端改的名字 据主席的秘书张玉凤同志告诉陈云端说 这本书是主席用自己的稿费 共印了60册 发给政治局的常委每人一册 由此看 毛主席他老人家 对陈云端同志是多么关心啊 就是这次将离开中南海时 陈云端对主席说 今后我要每年都来看你老人家一次 主席说 三年一次吧 陈云端说 太长了 那就两年来一次 主席说 好 我们勾手违约 谁违约就赔100架飞机 100门大炮 100斤猪肉 陈云端说 哈 飞机大炮我没有 100斤猪肉还可以拿得出 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陈云端同志回到广西后 曾经带着主席赠送的书 去看美国卿同志 美国卿同志边翻看这本书 边对陈云端说 这本书我也有 但是主席给你签了名 没有给我签名 你的待遇不低啊 说话中充满了非常羡慕的口吻 陈云端同志还向美国卿同志解释说 我的本名叫陈云端 是主席让我改名叫陈云端 所以他在书上就给我写上了陈云端 美国卿同志听后说 那你应该听主席的话 很快把名字改过来 自此开始 陈云端同志才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云端 据2007年6月27日广西南国早报的一篇文章 题为广西女儿亦中南海片段一文中报道 陈云端回到广西 向自治区领导为国卿同志汇报看望毛主席的情况时 特地把主席亲笔写的大腾侠三个字拿出来给领导看 自治区领导听了汇报后 指示自治区文化局组织调查组由自治区博物馆牵头组织了大腾侠农民企业专题组到贵平深入调查搜集有关资料 1978年9月完成了《大腾侠》一书 《大腾侠》现在已经列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贵平西山的八大景区之一 贵平市计划在大腾侠畔遛水冲口的岩石上建一个巨型石碑 将毛主席提写的《大腾侠》三个字刻在石碑上做永久纪念 1975年7月的一天 陈荣端同志再次从广西专程来看毛主席 我又陪同他去了中南海 当时张玉凤同志直接把我们领到主席的卧室 只见他一个人静静地闭着眼睛 躺在堆满了书的大床上休息 我们以为他睡着了 刚想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突然听到主席说 是小赵和小陈来了吧 我忙拉了一下小陈说 主席没睡 这时张玉凤同志说 主席没睡 在等你们呢 我和小陈急忙转身去看主席 只见他老人家闭着眼睛 伸出双手 往我们这里摸索 我们俩心头一紧 马上意识到主席的眼睛看不见了 于是快步向前握住他老人家的双手 着急地问 主席 您的眼睛怎么了 他告诉我们得了白内障 并非常遗憾地说 我现在一不能看书 二不能看文件了 主席就向年迈的父亲深情地拉着我们的手说 谢谢你们 尤其是小陈 还特意从广西来看我 此时我们俩都同时意识到 毛主席在眼睛看不见 身体又很不好的情况下 还同意见我们 可能主要就是考虑到 岑云端是远道而来的 我们俩见到主席此时此刻的情景 心里非常难过 我们留着泪不约儿童的安慰主席 让他老人家不要着急 我知道主席历来不太相信医生的话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 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 借此机会我劝他一定要相信医生 会想办法治好他的眼病 当时我虽然在安慰主席 但我知道 看书 批阅文件 处理国家大事 这是他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对于这位可以说一辈子都手不试卷的老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害眼病 而不能看书 不能批阅文件 不能继续处理国家大事 不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而更感到痛苦的了 毛主席可能感受到了我们因为他的病情 心情都不好 这时他反而拉着我们的手安慰说 你们不要难过 我会好起来的 这次我陪同曾荣端去看毛主席 见主席的身体很不好 虽然我们很想多陪陪他 但又怕影响他休息 所以没有做多长时间 便强忍着眼泪与他老人家道别 心情复杂地离开了中南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